- 酒量和智商果然成重比。 - 干杯。 - 清晨,她会用一个深情的吻叫醒我。 - 你要干吗? - 我要拿手机。 - 我昨晚又喝多了。 - 起来吃早饭。 - 好,看看。 - 一会儿我跟她说什么。 - 早上好,一起吃早餐。 - 不行。 - 我太老大了。 - 好像经常做这种事。 - 或者直接问她昨晚上发生了什么。 - 看她什么态度。 - 不行。 - 这样太差了。 - 这样她会以为我不想负责。 -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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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咱们就与她的菜。 - 我就过去开会了。 - 今天周六, - 不是周一在开吗? - 哦, 白菜。 - 我突然想起来, - 我家猫还没喂。 我先回去喂猫了 要不 我做一个早饭给你吃 对 我忽然想起来 我今天要去美容院做SPA 现在才九点 怎么 不可以吗 我喜欢早餐做 走了 路上小心 怎么会啊 喂猫 开会 做SPA 这不是我想到的借口吗 全国通用了 我先去 然后和公主抱抱我抱到餐厅 叶思辰 你干吗 你疯了 你 叶思辰 你干吗 我早上吃到的第一口食物 是他亲手喂给我的蛋糕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我亲手喂你吃早餐呢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这些话 你听了我的录音 录音 你有录音 在哪 我最后回那天没有录音 给我 给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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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餐想吃什么 蛋糕 你 太牛人了 没 我给你放桌上 进去吃啊 你 什么感觉啊 没什么感觉 疼吗 有点 那快吗 挺快的 几乎没感觉 我也一直想试试 但是有点害怕 是有什么怕的 想做就做呗 那做完了 真的对工作生活 没什么影响吗 能有什么影响 就当没发生过 该干嘛干嘛 走吧 好 没发生过 尚总 你也在这儿 尚总好 这几天我可能不太方便 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随时找他 那 娜姐 我先就忙了 好 走了 等等 那天 晚上 哪天 就 那天晚上 我们 不要放在心上 没有理由不上钩啊 没理由不上钩啊 怎么还不来找我呢 嗯 这哪一件 你衣服颜色不都差不多吗 需要挑那么久吗 我是在选 今天哪一件 更适合 你要看我换衣服吗 外面 说吧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之前KM的设计师呢 和迪赛的设计师 他们两个之间呢 有一些情感的朽矛盾 就是前女友的事情啊 但是呢 据我所知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缓和了 我觉得呢 与其让他们两个直接合作 不如让他们两个联名 开一个一个月为期的快闪店 这样话题都会更高 知道了 说这么多 到底想要什么 我呢 其实什么都不想要 只是我最近在做一个策划案 不知道老板能不能帮我 十点一点 就这样 就这样 没问题 既然你没有别的要求 今晚就继续给我读书 知道老板 书马上准备好 我已经把顾小姐的设计方案 加到里面了 他们觉得 非常棒 我发现 我和顾兮兮的契约婚姻 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 收获了爱情 什么 我是说顾兮兮的聪明才智 帮我解决了不少麻烦 我突然发现 现在你嘴巴中的顾小姐 跟之前你嘴巴中的顾小姐 差距很大 究竟是她变了呢 还是你变了 还是 她在你眼中变了 再来 向 梦 来